接下来请收看中佳新闻 您好 欢迎收看中佳新闻 我是吴俊松 元宵节到了基隆市中正区 镇沙里长于明发 已经连任28年里长 从当选第三年开始 每到元宵都有生肖提灯 送给李明同乐 今年也不免俗 准备600盏提灯 其中400盏提灯 不限李明将在15号晚上6点 在安南桥福星宫免费送给市民 一支支应景的胡连小提灯 活灵活现站在桌上 但民众可别误会 这不是市政府发的提灯 而是镇沙里长于明发 这套药包买的提灯 送给民众的时候 曾经做到1300盏的灯笼 那么现在今年就没办法 大概是六七百盏左右 那因为是我们西府 已经做了那么久 做二十几年了 那么夹子现在把它跳掉 有点感觉有点可惜 而里长发提灯 一发就是25年 比较24年前的虎年提灯 所有造型 纸张材质 还有灯泡不同之外 现在提灯设计更可爱 但成本也由过去的一支 二十多元涨到四十元 我的左边这一支 二十几年前的 这个纸杂的虎 这个那时候的价钱 也都二十几块钱 二十几块钱 那么它的材质 大家看得清楚吗 就是不怎么样 有点粗糙 那么把手是塑胶做的 那么里面 只一个小小的灯泡 那么我右边的是 今年度的老虎 这个老虎 这个浮浮生风 这都不一样 你看整个都非常亮丽 今年的虎年提灯 里长准备了600个小提灯 其中200个保留给里民 其他400个将免费送给民众 就预定在2月15号 就延宵当天晚上 那么我也坦克不安 就是说到时疫情会不会严重 那假如严重的话 我们就遵照我们中央的指示 我们就停判 那假如可以的话 那我们就送送小提灯 做做网会这个节目 然后在整个活动里面 我们的童玩就不用了 因为小朋友会来很多 我们就也不希望太多情绪 25年内陆续发出两轮提灯 里长集中收藏起来 想要拿到限量提灯的市民朋友 可要提早卡位 记者黄绍铭金融报导 还在小过年 基隆市博爱市场对面 在爱一路和爱二路间的人 四路一带 却突然停水多日的状况 不但影响居民生活 周边店家更因为无水可用 只能暂停营业 民众怨声载道 店家纷纷拉下铁门 因为停水暂停业 这里是基隆市爱一路 与爱二路间的人事路段 因为不明原因连续停水多日 不仅商家无法做生意 连居民生活也受到影响 就是很多天没有水 我花了水管 没办法做生意 有点麻烦 因为我们很多东西要清洁 就是没办法洗 洗碗盘 对对啊 然后衣服也是没办法洗 这三天都没水 然后我们那个民生 问题很严重 也不能洗澡 也不能上厕所 像饮料店 楼上的法郎也没办法做生意 还有那个钱票的 他们也很难做生意 旧货成型的基隆市员 同志委立即联系 基隆市政府公务处 与自爱水公司查明停水原因 初步认定 与目前正在进行的 中山桥改建工程无关 怀疑可能是管线漏水 或空气阻塞造成 基本上公务处是没有挖断管的情况 因为我们中山桥正在施工 所以水公司应该是在两个厂商之间 有一个厂商他们在做换管的动作 上面不知道哪边哪个环节出插座 基本上水公司查也是没有水关闭的状况 所以现在在换管的过程中 不知道哪里出环节出插座 在水公司方面也立即派人到现场勘查 水公司方面表示 目前在人事路并没有施工 不过因为先前配合金融市政府的 中山桥改建工程 曾进行管线改善 可能是出现漏水或空气阻塞 将开挖查明原因 并计划先接临时管线 让住户先有水可用 双市方面也加派水车到场供水 希望在查明原因进行改善前 先行解决居民用水问题 记者张旗藤金融报道 七堵区马南里大城街24号后方边坡疑似滑动 导致部分三坡护网已经紧邻 也就是紧靠民房 让住户感到相当不安 向市议员张耿辉陈勤 张耿辉也呼吁主管单位 国有财产署要善尽保管之责 尽快施作互坡补强工程 改善这个问题让住户安心 住户朱先生带着市议员张耿辉进入屋内 走到后门查看部分护网 已经紧靠房屋后方墙壁的情况 由于七堵区马南里大城街24号后方边坡疑似滑动 导致部分三坡护网已经紧邻 也就是紧靠民房 让住户朱先生感到相当不安 向市议员张耿辉陈勤 张耿辉也呼吁主管单位国有财产署 要善尽保管之职 尽快施作互坡补强工程 改善这个问题让住户安心 马南里大城街24号住户的后方 当初三年前 耿辉也曾经在这边办过会堪 当初也请区公所立即的通知 我们土地所有钱 就是国有财产署的相关单位 还到现场来立即现看过 也做了一个临时的复访工程 但是经过三年 我们刚才进去看过 这三年承受不了那些土石的挤压 而且已经紧离民房了 能够造成这个住户的安危 所以我也请我们区公所 马上再行为土地所有钱 就是国有财产署 立即的来赶快进行现看 然后来实施一个补强的措施 来以防这些住户的一些安危 张耿辉表示 三年前这里的边坡就已经滑动 因此请区公所协调国有财产署 施作互坡工程 没想到三年来互往 还是承受不了土石的压力 越来越靠近民宅 也让屋主十分紧张和不安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有全台最美望海书店之称的太平青鸟 开幕到现在已经吸引超过 十万人前来朝圣 新经典文化还和青鸟书店合作 在太平青鸟三楼举办巨大主题书特展 比一个人还要高的巨大主题书 预计将成为新的打卡景点 站在太平青鸟顶楼 眺望基隆市港美景 基隆出身的PCO集团董事长张宏志志乎 实在太美了 这是一个我喜爱的城市 不过有了这个太平青鸟之后 我才真正第一次有机会 用很不一样的眼光看这一个海港 因为这个景观真的是 过去生活在当中是不太容易看见 那现在当然基隆也把这个港口 原来的那种这种禁闭的那个气氛跟围墙都拆掉了 这个使得基隆人跟水的关系可能更加的亲密 我期待这个基隆经过这个变身之后 会变成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水边城市 这也是新经典文化出版社 为什么选择在基隆太平青鸟书店三楼 以好想去旅行作为主题 打造巨大主题书与基隆港区相互呼应 不仅出版社与作家 从废校华丽转生为特色书店的太平青鸟 对民众来说更有无穷的吸引力 因为之前有听人家介绍这里 然后我最早之前来这边还是太平国小的时候 所以小说他改了就来这边看看 我觉得还蛮棒的 而且我觉得可以把原本的太平国小弄成这样 我觉得还蛮惊艳的 因此从去年十月开幕后才短短三个多月 太平青鸟就累积吸引超过十万人造访 让进驻经营的青鸟文化创办人兼执行长蔡瑞珊都大为惊喜 其实我在春节结束之后 我们就是会看各个青鸟书店的营业状况 那其实基隆那天大雨那天我有来 那台北其实是晴天 然后屏东其实是大晴天 但当天的全青鸟的营业额 太平青鸟卖了三十本书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激励人心 它已经是其他青鸟的二到三倍 那我们同事因为都是基隆人 他们就会说他们就做在地询问 就说都是基隆人支持阅读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给我们非常大的激励 那我们也统计当天来店的人数 其实我们几乎每个周末都是破千人 那其实大家都很愿意支持阅读 那当然我们也非常希望说我们可以把书店的营业时间 我们现在是一个礼拜开五天 等于是有两天休息 那我觉得我们的目标就是希望可以每天都开 希望让基隆人可以觉得这个城市的书店 其实每天都张开大门 就是迎接他们 这也是基隆市长牛昌的目标 在西岸地标旁打造全台最美望海书店 就是希望让国人从另一个角度发现基隆之美 牛昌也邀请国人4月22号到5月2号 前来基隆参加城市博览会 在旅行中体验基隆城市的独特风貌 也看见这座城市的翻转历程与未来愿景 其实从太平清廖开幕之后 已经有超过10万人来造访这个地方 那也用不同的视野 还有新的一个视角来重新认识我们基隆这个城市 那像今天虽然是周间 不过下面书店满满的都是人 那他不只是来看书而已 其实也是用身体用生命的经验来体验这个城市 所以我想太平清廖给了我们一个不一样的一种平台跟机会 那今天这个新书在这个地方做一个策展 有一本很大很大的这个书的这个装置物 在这个地方做展出 那我相信也是我们的作者还有策展人 他们希望透过那个大的书呢 看过去就是整个漂亮的基隆港 这应该是在全台湾绝无仅有能够找到的一个很棒的一个店 新经典文化与清廖书店合办的新春特展 好想去旅行主题书展 从即日起到2月28号为止 展览期间将同步推出旅游书展 并贩售李同豪限量版签名书 欢迎民众前来太平清廖 在基隆山海美景中品尝旅行的滋味 来基隆旅行有意义 记者张祈腾基隆报导 新生代网红黄小梅为基隆量身创作的 24小时基隆MV 在夕阳情人节正式对外公布 以轻快的旋律易懂的歌词 来介绍基隆的24小时畅游体验 推出24小时基隆这首歌 那这首歌呢主要创作理念就是 想要用日文去呈现基隆的 很多美好跟精彩的一些观光景点 我想要推广给日本的朋友们 让他们可以更进一步的认识基隆 对那因为很多日本的朋友们 他们来台湾观光 很多都可能只去过台北 那我想要让他们知道的是说 从台北到基隆 其实做客运只要20分钟 那可以从早玩到晚 然后再回去台北都还很多时间 所以就是希望可以把基隆 更推广出去 影片作者黄小梅说 这次大概花了两个月的时间 完成这个作品 以24小时的时间轴为概念 传达基隆是一个能够 从早玩到隔天清晨地方 而基隆的魅力浓缩在这首歌曲当中 大家可以把这支MV当作是一个基隆的精华小导览 我觉得日本的游客应该会对基隆 首先就是海港的美景一定会有兴趣 然后再来是基隆吃海鲜 也很棒 那我自己也是很常来基隆 就是特别来这边吃海鲜 那还有就是基隆也有好山好水 比如说去望游谷爬山啊 看风景 我觉得这些地方都是会令人印象深刻 很值得来走一走 基隆市长林佑昌说 基隆的行销影片做了很多支 但是他特别喜欢这一支影片的风格 看起来很轻松活泼 对年轻人很有吸引力 而副歌还特别把基隆 我最爱你放进来 相当符合复阴阳情人节的氛围 那这一个我们这首创作的歌曲 是用日语来做创作 那因为基隆这个游轮的港口 过去其实很多的日本的观光客 喜欢来 那特别是我们这个金山万里 还有包括我们的水晶酒 跟基隆港台北市 这个参联起北部地区 是日本的游客最喜欢 到访的一个区域 那虽然是因为这两年疫情的一个关系 但我们争取日本观光客 来到北部地区 那特别是来到我们基隆市来观光 这样的一个发展的一个重点 是我们这一支设定的目标 所以这一首曲子也在日本的各大媒体通路 其实它包括很多的一个社群 我们会去做这个行销 那也希望让更多的日本的这些观光客 年轻的朋友 可以看到不一样的一个基隆 那到时候可以更多的到访 基隆在疫情过去之后 也有民众会提到 影片当中基隆好天气的时候很好玩 但是下雨天时会有点小麻烦 而针对这一点呢 官校助长曾滋文也特别说明 基隆下雨天的时候也可以非常浪漫 有好多地方可以安排 那在基隆下雨天的时候呢 其实在海边是非常的有情调的 而且这几年呢 在小梅的影片里面 因为它这个拍摄的时间 大概历经了两个月的时间 而这时间里面呢 基隆又开始有很多新的建设 所以呢 在基隆其实有包括像太平青鸟 还有像我们在沙湾历史文化园区 那还有很多即将完工的地方 除了在影片中所看到的基隆雨 还有我们的和平岛 还有我们的旺游谷 这些有特色的景点以外 我们有很多室内的空间是很适合 来基隆这个寻访一下 那所以基隆还有很多特色的咖啡 而这些咖啡的味道呢 其实是在别的城市没有的 那我想这些也是在下雨的基隆 你可以品尝到的 所以如果今天有人问我们说 那来基隆啊 如果是下雨天可以到哪里去呢 其实呢 我可以推荐大家来基隆喝杯咖啡吧 或者到基隆的海边走走吧 那我想都可以看到 非常多漂亮的基隆 曾志文处长说 基隆的魅力无法单单只用一个字 或一句话来形容 全新的基隆品牌精神 而CTFull Off 就是希望让大家能够亲自游一趟基隆 自己来填空对于基隆的想象或感受 记者黄日生 基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基隆慈云寺整年度的重要庆典 包括了元宵节艺文活动 文昌君圣诞 观世音菩萨圣诞 玉佛节 及忌孔大典等 无不吸引众多信众前来 慈云寺对于重要庆典 祭祀活动 以及社会服务 总是不遗余的认真规划 也因此造就了今日历史悠久 信众众多 香火鼎盛的慈云寺 主联邦内斗在台北街头大火拼 南港展览馆12号凌晨4点多 惊传枪响 警方调查主联邦东唐成员朝被害人车辆 连开12枪 其中一枪榴弹打中捷运站的玻璃窗 幸好没有波及民众 警方事后逮捕三名涉案嫌犯 南港展览馆外 大马路上白色宾士追着前方一辆车 对方发现情况不对 立即回转 但这辆宾士车继续狂追 过程中还有人摇下车窗 对着白色宾士车连开12枪 宾士的车上留下明显弹孔 案发地点在南港展览馆附近 12日凌晨4点多 大马路上上演两车追逐站 还听到枪声大作 警方以车追人 在嫌犯家中收出了枪支 发现被案人自小克遭到枪击 经过警方到场研判 系两方人马因灾物纠纷 所衍生思追车开枪之情事 警方以车追人 巡线掌握吴姓黄姓以陈姓等 犯贤之身份 竹暴情四邻地检署 检察官指挥侦办 渔军下午巡线 至吴贤等藏地之处所 将吴贤等三人逮捕归案 并在其身上取货 两把涉案之枪支 冬案的三名嫌犯 年纪都只有21岁 都是竹联邦东唐成员 被害人是酒店干部 明明不认识对方 而警方调查 幕后的指使者 是竹联邦名人会的诚信男子 因为击欠被害人 在酒店消费的酒钱 同时想和东唐分子 追讨欠他的债务 竟然把双方约出来 自己却没现身 嫌犯误认识在组一行人 一看到人就开枪 我们经过我们本局 监视中心的财政 共有12个弹孔 然后现场有遗留 又没弹壳 三名嫌犯开枪找错对象 当街连开了12枪 嚣张行进 最后下场还是进了警局 记者黄绍民台北报道 为了强化校园职业安全 卫生专业知能以及管理绩效 台北市劳动检察处 首度邀及教育部 北区大专院校 安慰自主互助联盟台北市会员学校 在国立台湾师范大学 召开高阶主管座谈会 希望透过学校高层重视和支持 共同落实校园职业安全卫生文化 保障师范安全和健康 防止职业灾害发生 60的位来自台北市26所大专院校 高阶主管及职安慰伙伴 针对各校的检查缺失 及未来职业卫生科 道校辅导重点项目说明外 更讨论如何提升校园安慰管理的能力 台北市的大专生的能数大概有26万 非常的多 所以在这个职业出导的地上 我们真的非常谢谢我们北市高检处 安全是随时随地 每一个人都必须要注意 那我们也希望透过这种联盟的方式 在校园里面建立职安的观念 扩大的去影响到学生在学校里面 本身的安全之外 同时也可以建立 未来他进入到职场里面 也同样有这种安全的元素在 藉由校园安全文化的提升 让学生未来将安全文化观念带入职场 进而提升全民公安意识 及建立我国产业安全的文化 记者崔小军采访报道 物价上涨连带元宵以及灯笼的价格 也跟着调涨 不过像是中山区西龙里长郭朝中 仍然咬牙硬称维持传统 以户为单位赠送李明元宵和灯笼 让李明在元宵节感受到小确幸 李明带着通知单到西龙里活动中心 开心领取元宵以及灯笼 不过因为物价上涨 连带元宵以及灯笼的价格也跟着调涨 中山区西龙里长郭朝中仍然咬牙硬称维持传统 以户为单位赠送李明元宵及灯笼 让李明在元宵节前夕感受到小确幸 原宵一盒才三十多块 那今天已经涨到四十二块 那等于说一盒的成本再增加六块 还有灯笼也是增加了差不多十块钱 所以我们现在都没有费用 是抓紧建筑 真的很痛苦的去找资源也找不到 但是我们往年 第一年都是有在办 还是硬撑着 不过里长也强调以中山区来说 西龙里内总共三百四十多户 算是中小型规模的里 因此今年还可以继续发送元宵和灯笼 其他超过千户的大礼 大概就只能够停办 而到现场关心的市议员张炳君和宋伟立 除了肯定里长的用心之外 也分别在现场发送口罩和开运红包 跟里民们拜晚年 提醒大家注意防疫以及物价上涨的问题 当然我们的个里的里长也相当的有心 不论是提供我们的汤圆或者是灯笼 都是给我们当地的里民感受到元宵节的气氛 那炳君今天也特别戴着口罩 来这边一起来跟我们所有的里民 来庆祝我们元宵节 同时也是提醒他们防疫还是要继续做好 虽然现在防疫有比较好 但是我们依旧还是要勤洗手戴口罩 把防疫做好才可以保护我们自身的安全 目前物价上涨 可以说对我们小老百姓讲讲压力非常的大 那么希望我们的政府能够多关心 我们这些小老百姓的生活 另外由于今年底要举行市长及议员的改选 因此有意搅逐基隆市长宝座的黄熙贤 和靖竹中山区市议员的施伟政 也都刚好齐聚在西隆里内 把握元宵节前夕难得的机会 跟民众面对面接触 拜晚年争取支持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中家新闻和轻松电台FM96.9联合播出 欢迎一起收听 感谢您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吴俊松 再会 欢迎订阅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妇人在聊天群组分享 自来接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清流也知道 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 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 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 转传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 她不追究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